端午节前夕,再传台湾公民在大陆遭中共非法拘留 事实上,中鼎帮并非第一个台湾法轮功学员遭中共非法拘留 洗脑、拷问、威胁、逼迫回台后当中共间谍的案例 从1999年至今就有14个案例 一中包含4名驾到台湾的大陆配偶 对于中共将迫害法轮功的黑手伸向台湾民众 新任台联党主席前任陆委会主委黄昆辉表示 这是非常严重的侵犯人权事件 台湾政府要积极营救中鼎帮 保障台湾人在中国大陆的人身安全 中华民国公民中鼎帮遭中共非法拘留 引发各界高度关注 从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 对台湾法轮功学员的人权侵犯并非首例 从1999年至今就有14位台湾法轮功学员 在大陆受到各种非法审讯、洗脑、恐吓威胁与关押 詹军配母女2002年2月 两人过年期间返乡探亲 在合肥机场被公安非法拘捕 遭长时间讯问、威胁、恐吓 女儿当时还是小学生 至今心理创伤未愈 表示今生不愿再踏入中国大陆 林小凯2003年9月前往上海市访友 遭上海国安局非法拘捕达20天 审讯时间最长达24小时 企图洗脑转化 要求放弃信仰、威胁判刑 要求招供台湾法轮功所有活动情况 邵玉华2009年7月 带着10岁女儿返回河南南洋探亲 住在亲戚家中 外出时被国安人员带走 到南洋西郊一处隐秘宾馆 不让她睡觉 对她轮番洗脑、要挟、逼问 这14个案例中被拘留最久的是大陆配偶陈希 2002年她回深圳探亲 遭非法拘捕、判刑4年 现在在传台湾法轮功学员中顶帮 被江西干州公安局 以要求协助调查法轮功的名义 被中共拘留 前路委会主委黄昏辉 要求政府积极作为 这是非常严重的侵犯 这个人权的事件 我们政府呢 马政府应该表现他的担当 应该采取具体措施来营救这个中顶帮先生 因为这台湾人民到中国去随随便便 他为了这个调查法轮功的事情就把他打起来 那这还得了 这真是无法无天啊 各界大家应该共同呼吁 要把这个中顶帮先 要求中共把他释放 黄昏辉呼吁政府 应该采取具体作为 保障台湾人民 赴大陆最基本的人身自由安全 新台湾亚台电视 陈定交 陈真 张明竹 台湾台北报道